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等网视频教程 我们来接着学习 HDPHP框架的使用 上一堂课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代码呢 下载下来了 就是把这个HDPHP框架下载了下来 那么这个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一个呢是手冲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框架的应用程序 那我们把这个框架应用程序呢 给它复制轴 不知道我们这个目录里边 我放到这里 好 放这里之后呢 我为什么没有放到每个课里边呢 因为这个框架的包呢 我们放到每一个课里边的话呢 就造成这个每一个课都有这个框架包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代码体积会变得很大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每一堂课的上一级目录 创业一个 当使用的时候呢 每一堂课引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这块命一个名叫HDPHP改名 这是框架 这是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框架点开之后 里边呢 有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入口文件 测试的入口文件 这个目录 HDPP 这个才是真正的框架的核心的应用程序 是这个啊 这是才是真正框架的代码 这一块啊 好 这一堂课呢 我们讨论的知识点呢 是这样几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我们看的是第二堂课了 Data 我们说过 Data里面呢 会放我们的一些数据 其中呢 就有我们北堂课的PPT 我们要讨论的是 AMCA 这样一个概念 A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M呢 是我们的模块 C呢 是我们的控制器 A呢 是我们的action动作 那么我们讨论一下 AMCA 这样一个字典 这个应用的概念 事实上的话 我们大家每天都在使用手机 那么里面我们都在使用应用 包括我们使用桌面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写代码 我可以使用这个程序 我想上网站 我可以使用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的程序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最大一级的 就是我们的应用 就是应用 以现实生活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你说我要开餐馆 那个餐馆 就是你的应用 就是你的应用 模块的话呢 是这个应用里面的每一个子项 比如说像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浏览器 这浏览器的话呢 它整个这个浏览器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应用 它里面的每一块 比如说 敲地址 输入网址 比如说这个收藏夹 比如说这个标签 每一块功能呢 都是它的模块 每一块功能呢 都是模块 这样的概念啊 那么具体到我们实际场景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餐馆的厨房 是一个模块 比如说保洁部门 是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们的前台 这个服务员管理 这一块也是一个模块 所以每一块功能 是一模块 那就像我们餐馆一样 我们是由厨房 加上前台的服务 是吧 那么加上保洁 这些几个模块 组合起来之后 构成了我们这个餐馆的 餐馆这个应用 如果没有厨房 那现在这个应用 是不行的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模块 是我们应用里面的 子功能 由这些子功能 然后堆递起来之后呢 形成了我们的应用 就像我们刚才用这个浏览器 举例子 一个意思啊 如果浏览器 由地址 收藏夹等等功能 构成了我们的 这个浏览器应用 某些功能 模块是必须有的 比如说你浏览器 是必须要有这个 搜地址栏的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敲网纸是吧 但是有些模块呢 是功能的提升 比如说收藏夹 我没有收藏夹 可以吗 可以是吧 我浏览器没有标签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对 所以有些功能 模块呢 是必须核心模块 有一些呢 是辅助增强模块 所以呢 呃 这是模块的一个概念 OK 呃 控制器 控制器的话呢 就是我们模块里面的 子功能 在模块之下的 这样一成概念 比如说 像我们的网站 有后台管理的模块 在后台管理里面呢 我们会有用户的管理 栏目的频道的管理 还有比如说 网站后台操作日志的管理 对吧 还有什么 比如说查件的管理 比如说 这个会员 会员主的管理 那这一些在模块之下的 我们称它为控制器 称它为控制器 那比如说 以现实生活场景来讲的话 比如说 我们这个餐厅是应用 这个后厨 厨房呢 是我们的模块 厨房里面的 某一个控制器 就是我们具体的人 厨师 那他就是控制器 厨师就是控制器 配菜 就是控制器 后厨的打杂人员 也是控制器 对吧 控制器 好 这是控制器 这样一概念啊 再往下的话呢 控制器 我们我们写写应用 最主要是让它来什么 来工作 来干活 是吧 那最后我们事实上执行的都是动作 前三块只是把我们的功能全责给它细分了 那最终我们干的工作 还是真正要做一个事情 所以真正做那个事情呢 叫做action动作 以我们厨房来讲的话 我们有这个大的应用 这个大的层面应用 我们称它为餐厅 是吧 后厨我们称它为模块 厨师呢 我们称它为控制器 那么厨师炒一个菜 这叫什么呢 厨师炒热菜 这是动作 厨师配一个凉菜 这是动作 厨师指导其他的人员来工作 那这也是动作 所以呢 这是amca 这样的一个概念 笼统来讲 前三块 就是对我们的全责 这个 这个我们的功能的一个细分 一个细分 最终要执行的还是动作 还是动作啊 OK 那么相信大家呢 对我刚才的这个这个解释之后呢 应该稍稍有一些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呢 还是不太模糊 还是比较模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实际操作 是吧 没有实际操作 就像我们学开车 这个开车的整个过程呢 我们用语言描述之后 但事实上你是不能开车的 因为你没有实际操作 你肯定是有这个安全隐患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通过后面的课程 在不断练习之后呢 大家对对概念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好 那我们看 在HDPP当中 怎么样使用AMC 好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代码 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边呢 第二课 第二课的话呢 咱们先看这个HDPP啊 这个HDPP是我们刚下来的框架 现在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边呢 执行一下它 当我敲LogoHouse的时候呢 是访问到我的网站的根目录 现在我找到后顿学习 后顿PP学习 找到HDPP 我们会发现 当我执行到这个文件夹的时候 它会自动有这样一个欢迎界面 是吧 欢迎使用HDPP 你访问的是 index 模块 index 控制器里的 index 动作 或者这样的一个提示信息 这次后顿PP默认的提供的一个欢迎界面 其实它也是用了我们的AMC 这样的一些 刚才咱们讨论过的 应用模块控制器和动作 这样的一个规范 在右边的话呢 会有个后顿网的一个logo 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点击它 我们会看到下面有一个调试窗口 类似于这个firefox里面的firebug 这样的一个调试的界面 里面会有一些信息 方便我们来查阅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产生的 好 在这个时候默认我们知道 我们当访问一个目录的时候呢 我们index.php和index.html 是我们的默认访问的主页文件 现在有index.php 所以当我们敲了这个网址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执行了index.php 它就会自动执行了这个index.php 执行了它 我们来打开这个代码来看一下 好 这个代码呢 我们打开之后我们会看到 定义了一个叫应用路径 应用路径 刚才我们讨论过啊 就是我们这个最上一层的应用路径 我们叫做application 当时你写应用 比如说你写这个论坛你可以叫bbs 你写的是个商场 你可以叫shop 是吧 你写的是个博客 你可以叫blog 根据你写的具体的这个功能来呢 命名你的应用文件夹 应用啊 好 这个应用文件夹 我们就是访问的是这个application 在application里边的话呢 我们有模块 咱们现在有几个模块呢 这个htpp支持一次性创建多个模块 有index.php 还有admin模块 两个模块 那我们刚才访问是index模块 咱们这堂课 你说他怎么样访问 我想让他访问的admin怎么访问是吧 我们这堂课不讨论 咱们这堂课只讲 这个应用模块控制器和动作这样一个概念 好 现在访问的是index 这是模块啊 在模块里面这个controller里边呢 有个index controller 能glass.php 这个呢是控制器 所以刚才咱们一路走来啊 你看啊 一路走来 第一步呢 我们是应用 第二步进的是模块 第三步呢 进的是控制器 哪个控制器呢 index控制器 第四步指引什么呢 index控制器里面的index动作方法 动作方法 所以我们后面 比如说你建什么后台管理的 你写论均的话 论均发帖的 你执行的任何一个动作 我说我会员登录的 会员退出的 商品添加的 商品管理的 订单修改的 这个邮箱验证的 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动作 我们都是这个套路 去某一个模块里面的 某一个控制器 执行某一个方法 那如果我在这块随便输出一个 欢迎 二口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注视掉 咱们现在来查看一下 Ctrl2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五二口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应用模块 控制器 动作 我们最终执行的是动作 通过模块 把我们的网站 每些大功能给分开了 就像我们做餐馆 我们不会把厨师 跟我们的 不会把厨师放到我们的大厅里面 是吧 厨师需要单独给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称他为厨房 那我们这也是样 我们会给每一个模块呢 给他单独的一个空间 但所谓空间呢 就是目录 看看了吧 那么我们给index这个模块呢 一个文件夹 里面模块 一个文件夹 这次做前台 这次做后台 是吧 你要有会员中心呢 再建文件夹 等等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进到这个 比如说进到这个index里面 我们走控制器 显示的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有什么 什么加星的控制器啦 什么会员登录的控制器啦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控制器 在控制器里边呢 再有动作 来具体执行是吧 具体执行 那么呃这个控制器怎么创建 怎么执行 呃我们下几堂课呢 来讨论这个概念 现在呢 大家对这个应用 模块 控制器 动作 脑子里边想一想 有这样的概念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这堂课讲解的中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包括通过stpp 自动创建 下一堂课呢 我们再来继续深入的讲解 好 感谢大家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再见 再见 好 好